可為分的一個基礎上,其實就變成說要用很多數學理念去做 但MSN 裡面有很多這個套件,它其實已經幫我們寫好了 我們只要執行它的這個 function,其實就可以輕鬆的使用 好,那MSN 的話其實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大部分 分別是資料結構、預測函數跟優化方法 那這三個其實也分別對應到了它三個重要的名字 在下面就是 Iterator, Architecture 跟 Optimizer 這三個 我們要先有 Data,我們建立一個 Architecture 我們建立它的預測方法,我們有一個預測函數 然後最後我們再針對它預測跟它最後實際的誤差,我們去做優化 所以 Iterator 的部分就是在於說我們可以先將我們的資料輸入進來 每次要取什麼樣的資料,那取的過程中有沒有什麼特殊的方式要做前處理呢 這個都是在 Iterator 裡面執行的 那如果是 Architecture 的話呢,就是我們會定義我們的優化方法 例如說你今天要做的是邏輯式回歸或是線性回歸 或是今天還會講到的從後分析 那都會是在 Architecture 這邊去做這個選擇 那最後是 Optimizer 這個部分 Optimizer 的話其實就是針對我們每次在 T2 的優化 例如說學習率的部分,那我們可以去做調整 那這邊的話後面的也會再依序介紹 好,那我們今天就先來實際執行看看 好,那首先的話大家可以先在這邊下載範例的資料 好,那下載完之後一樣上傳到你的 Server 上面 好,我們實際執行 好,那這次一樣是使用這個信念圖的資料 那我們首先的話,我們是先進行這個線性回歸 好,那我們先來實際看看 好,那我們每行程式碼會跟大家講解這個程式的處理方式 好,那在 D 上程式碼這邊的話 我們今天其實要做的就是我們要用這個病患的年齡跟它的心跳 我們來預測它的甲離子 好,所以我們在前期處理的話 我們會把它裡面如果有它可能是 Missing Value 的部分 好,我們現在先排掉 最後呢,我們就會實際的就是剩下3000多筆的資料 好,那在處理這個 我們如果要用 Missing Value 去執行的話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我們要先把它轉制成一個矩陣的部分 好,我們先看一下矩陣裡面它會長怎麼樣 OK,那這邊可以看到說 好,這邊可以看到說這就是 這每個病患的年齡跟心跳 那這就是我們的自變項 一變項就是 Wire Array 我們才會介紹 那在自變項的部分 這樣轉制來會多一個結局 那這個結局在第八行的時候 我們會先刪除 那 Missing 比較特別的是它需要做一個轉制 所以你在這邊的話可以看到說 這邊可能看不太清楚 那我們先把它的維度調出來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說它是一個 這個就是 兩個變項 然後3000多筆的一個 Sample 跟我們之前看到的處理方式比較不一樣 在 Missing 的話它其實是 Sample Size 要擺在後面的部分 那前面的話就是 會是它的這個變項的一個 這個總數這樣子 那 Wire Array 的話就是 我們就是我們的一變項 就是我們要預測的數值 那我們這次選用假離子呢 一樣我們這次我們要先把它定義 那最後一樣可以就是我們可以看出 我們的 Wire Array 裡面 它到底長得是怎麼樣的 這邊一樣我們就是 我們先把它叫出來 然後這邊設定 那它維度也必須固定成這樣 就是說它是一個 我們每個人都有一筆數值 那總共有3000多筆 這個就是每個部分這樣子 OK 好,那轉置完之後呢 它就是我們要開始進行 我們先編寫 Iterator 的方式 好,這邊的話我們先全部複製貼上 好,在 MS Name 裡面會有一個 Iterator Core 好,那這個東西其實大家是不太需要改的 我先介紹一下 它這個大的這個物件裡面 其實會包含了幾種 第一個叫做這個 這個 Reset Reset 的話基本就是把每次的 Batch 這個都就是規定 那 Ethernet 就是說它每次 Batch 做完 每次 Batch 做完 每次抽完一批的這個數量的樣本之後呢 它會做下一批 那所以我們要給它一個叫做 Eternet 這個 Function 讓它去計算說 我們現在抽到第幾批 那直到全部都抽完之後 它就會停止 好,再來是 Value 的部分 Value 的部分主要是定義說 我們要每次抽的時候呢 那裡面的東西要有什麼 好,那這邊的話可以看到說 在這個第二次行 其實我們就是針對每次 例如說我們現在設定 每次抽 32 筆資料好了 那 32 筆資料的時候 在第一筆的時候 是不是它就是會抽 這邊是 如果當 Batch 是 1 1 Batch 現在是 0 那這邊的話就是 會直接先加 1 那加 1 之後呢 這邊後面的話就是 因為它就是 1 減 1 等於 0 所以變成說 其實我們就是抽第一筆到 第 32 筆的一個資料 OK,那在第二次的時候 它就是 Batch 再加 1 會變 Batch 2 那 Batch 2 的話就是 會從第一抽到 第 33 筆到第 64 筆的資料 所以這樣的話 它就可以讓 將所有 5000 我們自己說 我們只有 3000 多筆的資料 那就是去抽 每筆都有確認它 有重複的這個 被我們抽到 那這樣的話 我們才可以進行 我們的深度學習的動作 好,那 但是有人想說 可是我們每次資料 又不是完整的一個 就是都是一個整數 例如說可能 3000 多筆 我們每次抽 30 多筆 這樣就會有一些餘數 是沒有辦法抽掉的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做了一個處理 就是說它如果這些已經剩餘的部分 我們就從前面的地方 再進行抽 再去抽一些 sample 出來 那針對這些呢 其實我們都會看到說 它是有個 index 就是說我們可以知道 它是第幾筆的部分 所以它 data 其實是可以從 Array 剛剛 Array Array 可能大家看不太出來 就是說 我們從 Array 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說 那我們抽到它的第幾筆 那經過 MXNASER的套件 從我們不早安城 我們所要的 data 那其實在這邊 大家會把它想 就是說 我們每次將 data 輸入進去的時候 它其實會分為就是 data 跟 label Data 就是我們要 這個是我們自己有懂 就是自變相 例如說心跳跟年齡 那 label 的話 就是我們最後要預測的一個變相 那我們會先將它進行分開之後 再把它串結起來 那在這邊的話 在 value 這個 function 它就會輸出一個就是 我們的 data 跟 label 那這邊的話 就是不建議說 大家去更改這些 function 的名字 就是這 reset 啊 Ethernext 啊 Value 這些的 其實這會對應到後面 我們要做的部分 所以這邊的話 就是最後呢 我們都會輸出一個 就是我們剛設定好的一些 function 的部分 那大家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繼續 OK 那在這個部分呢 我們會有個 core function 那這個 core function 其實主要就是呼應我們 我們從這邊立善事項開始 我們就主要是呼應我們 上面剛好自訂好的一個函式 那我們變成說 我們可以在這邊先進行一個初始化 所以這邊會有個 initialize 那這牽扯到這個 S3 S4 物件的部分 那這後續就會就是 我會建議說這邊的話 其實目前來說都先不用去更改的 那如果要更改的話 我會再跟大家說 那其實這邊的話 就是等於是 我們每次在進行抽樣的時候 我們都是把它做一個初始化 那這樣的話也是 變成說設定 然後來讓我們去可以輕易的補角它 所以這邊的話 其實可以主要分為幾個部分 好 第一個是剛剛我們先要建造這個 Islier core function 裡面的話要放什麼 要放的就是我們 每次batch有多少 然後reset 就是我們要重新 就是每次都要初始化 那再來就是它抽完之後 要進行下一個 那我們要讓它batch可以加1 其實計算說 我們現在batch抽到第幾代了 那這個batch抽到第幾代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部分 我們去抽取它那一代相對應的 這個資料比數 比如說它是抽第二次的32比 或是第三次的32比 那每一次確保說 我們的整個資料集 其實都有被 被我們就是 在每次抽樣的時候都得抽到的部分 好 那這邊的話 這個剛剛就剛剛講的 這個其實的話 就不太需要去做更改 好 那最後呢 其實在這邊 會再放一個 就叫做 myether 這個其實也是自己定義的 那基本上它也是承接了上面一個 你看到說這邊 myether function 它就是承接上面的部分 它就是等於是你 承接自定義的一個 class 物件 那這個物件的話 他們就變成說 我們這邊只要設定說 我們的bench size 那自然就 這邊就可以產生 我們這個myether的部分 好 那我這邊我先 那這邊的話 這邊呢 都是Iterator的部分 Iterator是什麼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我們在做的 就是 我們要先把這個資料 讀入進來 就是每次怎麼抽樣啊等等的 那我們寫進來之後呢 我們就會把它先 先建立一個script 我們先把它儲存起來 好 我們先儲存起來 到現在可能大家都還會覺得 就是可能不太習慣說 那我們現在到底做到了什麼地方 也就是目前都還在設定 也不是說很了解 好 那我們現在 實際的我們看一下 我們自己 這個設定完之後呢 我們會做到什麼 好 首先呢 我們剛剛有說嘛 就是我們在myether裡面 其實我們有做一個reset 就是確保說 我們每次 因為我們不是每次 就是抽完全部的之後 這叫一代就結束了 那我們還有 有時候會進行一個 十代二十代啊 所以我們變成說 我們每次都要做一個reset的部分 好 reset的部分 我們實際完之後 我們實際來看一下 狀況 好 那這個我們現在就是 使用Ethernet 好 Ethernet顯出的就是 表示說 它還有在下一代 那下一代的話 我們就可以仔細看說 那裡面 究竟我們抽到什麼樣的樣本 這邊就是 我把這個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好 好 剛剛講說 我們剛剛是不是先reset reset之後bench等於0 Ethernext的時候bench會加1 OK 所以它bench 在第一代的時候 我們會做什麼 就是 它會先 我們要先建立一個所影的這個數字 那我們這時候 在第一代的時候 它其實就是 根據我們的bench是20 那我們這邊就是說 OM 表示說我們要抽 第一到第二十筆 好 那它就會從sarray 跟iarray 就是我們剛剛定義的這個 心跳年齡 還有分別它定義的那個 甲離子 我們就會抽出來 那 所以上面的話你可以看到說 Data是什麼 Data就是我們的心跳年齡 你看這些都是年齡 你看這些就是年齡 你看這些就是心跳 那它 那這個 就是每個column 它其實都是 就是這個維度下 它其實是每個都是一個人 總共你看 這有20個 20比的資料 好 同樣的 我們在 就是我們抽這個 然後 假離子的時候呢 它也會抽出前面 第二十筆 前面二十筆的資料 所以可以看到說 這邊都是它二十筆的一個部分 OK 所以大家現在就會比較有感覺說 喔 那這樣我們現在抽出來的 這個資料 它裡面結構是長什麼樣子 好 那這邊的話都是我們的 Iterator的部分 好 再來就是我們的Architecture 這個部分呢 先開一個新的 那這邊會建議說 大家就是分開 如果大家有先預期的話 就是我們會建議說 大家先分開 那變成說 我們要每次改動的時候 不用就是一次滑 就是滑到下面 然後去找說我們要內行 例如說我們要針對Architecture去改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去做更改的部分 那我就先把它砍掉 好一樣 我們先儲存一個 script 好 好 那在這邊的話 我們先把這個 詩碼貼上去 好 首先呢 Data跟Data 這個 這些的其實部分 就是 算是對應我們前面設定 Data跟Label的部分 我們這邊也是叫Data跟Label 那這邊的話 基本上就建議說大家不要去更改它 因為變成說你如果更改的話 它這邊前面也要做更改 那這邊的話就直接使用 那再來 我們要做線性回規的話 其實就會有一個這個 這個 全種跟我們的一個就是斜率跟這個誤差 那我們這邊也先做設定 好 那Full Lake Connection 其實它簡單來說 它就是一個線性回歸的部分 那 所以它全名叫做全連階層 那它其實就是我們之前做的這個線性回歸 那線性回歸的話 我們最後是要預測一個數值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 就是變成說 我們就讓 這邊說是它等於Data 讀入進來之後 它實際去做一個L型轉換 L型函數的一個轉換 OK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就一樣 我們都先 先執行 好 那No BIOS的部分就是說 我們決定要不要 我們要不要有這個 就是 誤差 有沒有這個 就是 一般來說 要看 有些地方它可能會需要 有些地方的話 我們就會 就 我們會去接寫FALSE 這樣子 好 那這個名字就是我們最後 我們PreditWide的這個output 好 那這邊的話 其實我們都還只是在定義 所以每次資料處理進來之後 它的這個 維度跟它經過的這個 乘數 因為我們之前有講過 深度以下 它其實是很多個這個 乘數連接的 所以變成說 這邊的話 我們其實就是 先定義好 然後後面我們才去確認說 我們這樣定義的是不是OK的 好 那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看一下 我們這樣定義的是不是 是不是有 就是有 符合我們要的要求呢 好 那我這邊 那這邊 再跟大家講解一個 這個MS Symbol Invership 這個套件呢 其實就是針對我們 定義的這個函數呢 去看說 那這樣這個 維度是不是有符合我們要的 我們最後要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要輸出 線性維度的話 我們要的是什麼 就是每個 輸出一個機率值 那我們今天呢 這個就是 年齡心跳 我們維度 這個2跟20 就是我們前面定義好的維度 就是年齡心跳 那每次的話 有20筆的資料 好 OK 所以這邊的話 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之前的這行程式碼之後 可以看到 其他裡面會有什麼 就是它原本的這個 Data 那再來就是它 再來就是它 針對性別年齡的維度 還有它的這個 Error 那最後呢 我們就是 這邊我們這邊 這邊有個叫Predy Output 那其他其實就是 經過這個 全連接層之後 那這個 我們神經人設定為1嘛 那最後 我們以設定 不是名字叫Predy 那它就最後 它就會自動 叫做Predy Output 那最後就會出現什麼 就是 20筆資料 每筆都有一個 預測的一個 一個 斜率值 就我們預測 預測假離子的數值 它預測的 這不是實際的 是它就是 我們經過這個Predy Output 來預測的一個數值 好 那這邊的話 就是我們 就聊的時候 那我們就是 我們要的 因為我們這一些新聞 就是單純就是 預測一個單一數值嘛 好 那在這邊呢 會又有新的一個 套件名稱 那這邊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到 MS Symbol 這都是MS內裡的套件 它其實在打 其實它有很多的 很多的這個名字 其實都是 比如說 Square啊等等的 你看這邊不只 就是 它這個其實 你看從這邊 全部都是 MS Symbol裡面的一個套件 那這套件的話 其實會建議說 如果就是 讓大家有需要的時候 再去使用就好了 那 好 那這邊要做什麼呢 我們要定義的是 我們的損失函數 損失函數 陳如之前 前面講客所說的 我們要看的是 我們預測出來的結果 跟它實際的結果 的一個誤差 那我們要用這個誤差 去建立一個T度 那就回去優化 我們這個 會優化這個 每個權重的部分 好 那 那 審算函數的話 在線型回軌 來說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是一個 這個 線型回軌的方 的這個 error function 那這邊的話 你可以看到說 這邊有個minus 就是說 我們將 我們最後 我們實際的值 跟我們預測值 我們做個相減 那我們相減出來之後 我們會有一個 這是他們的誤差 誤差 我們去做一個平均 平均完之後 我們再去 這邊畫 我們就是 就是我們把它做個 這邊 這邊是平方 Square 是平方 那平方之後 這個誤差的平方 我們再去做平均 好 那在這邊的話 其實比較要注意的就是說 我們要正 平均的地方 其實 因為它有很多個維度 那我們要針對什麼樣的維度去做這個平均 其實是要先講好的 那在這邊的話 這個軸的部分 其實 因為MSN它是承襲這個 西語言的語法 所以呢 你在這邊的話其實要注意 就是說 我們舉個這個例子好了 這樣子 我們這個 這個底線反白的部分 我們要針對的其實是針對這個 這是第0軸 這是第1軸 它反而是由後面往前去推算的 好 所以我們就是將這個20筆的資料去做平均 那最後呢 有個MegLoss Function 這個就單純就是把它轉換成它的損失函數 這樣子 好 那我們也實際的執行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叫 IMSN RumiSquare 這樣子 好 這邊可以看一下 好 那最後的話 我們就是要出一個這個機率值 你可以在這個實際的去看一下說 這邊會出現什麼樣的部分 好 那這邊的話就是剛剛講 我們可以看說 我們最後RMSE Output 它其實就是 我們就要的就是 它的一個 我們就要的就是 它這個損失 這個Loss是多少 那這就是我們要的這樣 好 那 在最後呢 我們會有一個 我們要就是要選定 我們每次梯度優化更新的方法 這邊的話 提供了兩種方法 一個是ADAM優化器 一個是HGD優化器 這樣的方法在前面的課程 其實都有講過 那 但是它變成說 它針對的優化方法 它每個參數條件 都會設定的方式也不同 例如說 你在ADAMD裡面 你就要獲取Beta1,Beta2 然後還有VDK WD就是VDK 全種傳染係數 也就是之前講 那個L2正整化係數 那這邊的話其實都可以做調整 就是當你在變成說 你避免它過渡你 或是怎樣方式 那你這邊其實是可以去 就是 每次呢 每次呢 就針對這個訓練的時候啊 去調整一部分 那Beta1,Beta2呢 大部分 一般來說 都是設定0.9跟0.999 沒有說一定 只是說這兩個 這個兩個 是執行下來 這個配合的比較好 所以一般來說都會設定這樣 WDK其實也可以去調整 那這邊的話 我會建議說 大家其實二選一就好 那等一下也會跟大家講 就是可能這兩個 有優劣的部分 那這個 這個 XGE就是慣性重量的部分 所以它其實這條就是 momentum的那個數值 就是它每次保留這個比率 梯度的比率 然後這個VDK 它一樣 同樣有一個VDK 因為你通常可以給它 做一個正則化的部分 好 那這邊的話 我們會建議 好那我們就先 就先使用其中一個好了 我們就先使用XGE 好 那我們這邊先給它 好 同樣的部分 這是優化器的選擇 那優化器的話 我們也會建議說 大家選一選 對 大家選好 就是選好一個之後 我們就執行 那它也要同時要建立一個文 就是建立 建立 script 好 那我們這樣這邊都給它 建立起來 這邊 這個Infoshop的話 其實基本上來執行 我們只是單純做檢查用的 你可以檢查每一層 你這個輸出的維度 是不是固定的 那如果中間你要調整的話 那你也可以透過這個去檢查 好 OK 那這些好的話 那我們就先使用 這個最初始的套件去執行 好 同樣我們再開個新的文本 好 那這邊的話 這邊呢 這邊有再補充一下 在一般來說 我們會設計一個隨機種子 那這個隨機種子的話 就是讓變 確保說我們每次的起始值 那都是一樣的 我們其實在Iterator這邊 這邊有一個就是起始值的部分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起始值的部分 應該會在後面再跟大家說 但是一般來說都會設定起始值 就是可能在底層執行器的時候 會比較明顯讓大家看到 我們是有設定一個部分的 好 那這邊的話 OK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說 我們現在會需要三個 三個script 就是一個是Iterator 就是我們如何讀出 我們的這個 Data裡面的數字 那每次我們要怎麼抽取 那抽取的方式有什麼 然後變成說讓每次的這個 msnet的這個array 它其實是一樣 控制在一樣的東西 這樣子 好 那在Architecture的話 就是選定說 我們要就是要建立 預測的一個模型跟方法 還有包含你要做幾層啊 也都是在這邊去做調整 然後你的損失函數 那你都可以寫在這邊 因為你必須要 你要先建立的預測嘛 才可以建立損失 那損失函數的話 我們之前有教過好幾種 大家還記得嗎 還問一下 讚與好了 你還記得還有什麼 損失函數的方法嗎 喔很好 對這就是其中一個 那這邊的話 其實是remix squared 就是那個 就是信心回歸的一個損失函數 那等一下的話 我們也可以再做一個 CoreStone entropy的方法 好 OK 那優化器的話 剛剛講 就是我們就二選一就好 這邊的話也是提供大家的第一座選擇 但是你可以 這也是一種調整參數方法 有些優化器可能 會就是在訓練中 會讓你可能比較順利一點點 好 那我們這邊執行 那這邊 所以我們先 首先我們要先將 它的這個 每次抽取的方式初始化 那這邊的話題 可以看到 我們要在 這個的話題就是我們 訓練的一個套件 那訓練套件裡面呢 它其實就要包含三個地方 Ross 就是剛講的 整體的函數碼 買eter 買eter就是我們剛剛做的那個 reset 你看 我們例如說 eternext 好 OK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做的東西 裡面就 裡面就 我們要的一個 這個 iter value 好 這是剛剛第一次抽出來的東西嘛 變成說 每次抽出來的東西 我們都要放進去 那再做訓練 那再來就是優化器 你要怎麼去優化 好 那 pen size的話 這邊 20 那基本上的話 就是你跟這個買eter 地方其實都是要一樣的 好 就是你這邊如果設定32 那這邊的話 應該也是要32的部分 好 這邊的話 剛剛在一開始 客人的第一頁有講到說 我們有CPU跟GPU兩個方式 那這個平台上的話 其實那個老師也有提供GPU的方式 就是大家可以去做更改 基本上你就只要把這邊改GPU就可以了 好 那再來就是 你要訓練幾百個 幾個epoc 例如說 有人知道epoc的這個 定義是什麼嗎 那你有沒有可以實際舉個例子 對 那你有沒有可以實際舉個例子 對 那你有沒有可以實際舉個例子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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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應該這麼說 就是 例如說我們今天有3200個樣本好的 那我每次抽32個 他是要抽100次 對 對 那這樣的方式 但是我們做完之後呢 那就是我們還要 我們抽完這次 這樣整個就是一個epoc 就是這樣其實整個才算一個epoc 那我們今天就是剛剛講 我們不是只有訓練一次 有時候可能需要經過好幾十次 二十次的方式 所以這段話就會設定 那這段話就是單純設定說他要經過200次 這樣子 好 我們可以實際執行看看這個部分 好 我記得這時候可能會等比較久一點 對對對 有可能 那我們再把它調小一下 說他經歷太久 就是要訓練太久的epoc 就會有這個狀況 好 OK 那這個出來呢 它會是一個物件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好 我們首先我們先看一下物件裡面有什麼 好 物件裡面的話其實裡面有三個東西 它裡面的話有這個 過程的模型的參數 那這兩個都是一個參數 那這是 應該說它是C語言的一些亂數 那它基本上就存在電腦裡 所以基本上來說也別太需要去打開 我們直接實際打開看看 好 OK 所以你看到這個SIMBO SIMBO裡面就是C語言的亂數 所以C語言這個地方的話其實也不用去管它 你只要這邊看到的是就是 這邊就是你 這邊就是我們模型要的東西 如果在做線性回歸的話 這是相當於什麼 就是這個針對是對於年齡的邪率 那這就是對於這個心跳的邪率 那再來就是對於它的誤差 這樣子 那它有這三個構成的 OK 好 那 所以變成說 我們現在都還都只是在講說 就是我們用MX的方法去解線性回歸 那等一下還會再繼續講解其他的部分 所以大家可以先想一下 那它是怎麼執行 其實它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用這個T2下降法 去求代解成數 那這樣一個方式 好 好 那我們來跟這個 我們一般之前在記憶學期模型中 模型中 我們使用這個Data 我們去比一下 好 好 我們用心情回歸的去看 用這個Data 裡面一樣用心跳年齡 然後去預測假遺址的部分 好 可以看到它的邪率跟它的BIOS 因為記憶你看啊 還是會有點無差 因為它可能訓練不夠 如果我們今天在訓練久一點的話 它其實是非常接近的 好 譬如說我們看課本上的這部分 你看它其實在訓練上擺帶 它這邊的斜率0.05 那這邊還是會 這邊0.17跟0.1 這邊就開始會有點 就是開始它的差距會越來越縮小 這樣子 那當然有時候也會跟它的隨機其實有關 好 這基本上就是一個MSN 做訓練的一個過程 所以大家目前的話 還可以稍微理解一下 那去怎麼做訓練 好 那今天的話 假設我們 假設我們 就是實際的在執行一下 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其實它 每次會有點抽樣 所以變成結果會有點落差 但其實來說是差不多 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 我們就是 這邊的話其實要跟大家講的是說 那我們可能 有時候在訓練的過程中 選擇的這個優化器 其實是會不一樣的 結果也會不一樣 例如說我們今天先選 先選的這個 那這邊的話 我們 好像我們再把它改成 改成 這個部分 在這邊的話 其實 例如說我們把這個優化器裡面 我們調整一下 好 我們照刻板上的方式 我們來調 例如說我們RainRate調0.05 這邊是0.001 我們把RainRate調大一點 然後這邊都不動 好 這邊我補充一下 就是我們剛剛建立三個文本 我們如果每次執行的話 其實會很麻煩 所以我們會建議說 大家的話其實是針對 就是 我們直接就是用Source的方式 好 先把Source關掉 好 當你按Source的時候 是不是全部執行這個部分 那你這邊的話 其實就是可以 可以將這個貼上去 好 OK 那這邊的話 這邊就可以去更改 成你要的名字 例如說 Iterator 這部分呢 就是說 每次我們 如果要做一個Wave的修改 例如說 我們要更改 Admiser 那我們就不用 我們不用再重新執行 這個部分 我們直接在這邊 然後全部執行 那它這邊的話 就會連帶去先 先讀取 Iterator Transior 這三個部分 那這三個讀完之後 就會 它就會再去執行 Run 這個執行 這個P forCreate的部分 這邊也一樣,我做更改 這邊要調整一下 有時候你要建立一個路徑會就會比較熟悉一點 譬如說我是在這邊 好,那我把它sourc一下,看一下效果是怎麼樣 就放analysis裡面 好,我們把它做更改 好,確認一下EI 好,這樣就這樣有了,OK 所以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就可以再重新檢查一下 OK,三個就可以都讀進來了 所以每次說這邊做修改 例如說我今天想要更改Miru 像我們剛剛不是在這邊改成0.05嗎 我們也不用再重新執行它一次 我們這邊就把它先關掉 多關掉,多關掉 然後這邊我們先sourc它 OK,好,那它這邊就自動就出現了吧 就等於是你去 變成說你先去其他的script去看一下 去執行它們的function 那最後呢我們就直接使用 OK,這樣執行 好,那這邊其實要跟大家講說 就是執行完之後 會發現其實 好像數值就是發生什麼 發生問題 那這邊的部分其實就是因為 我們在Learning RAID 一開始設定太大 剛一開始我們剛可以跑 是因為設定0.001 比較小一點 那如果設定0.05的話 反而就走不到一個局部即職的部分 那再來就是它優化方式 其實就發生了這個T2爆炸的原因 那這邊的話就是可以看一下 就是線性回歸的這個loss function 這邊其實就是因為它每次都需要乘上一個x 那你如果這個x很大的話 那它變成說它的loss就會 就是震盪非常大 那導致你T2就是沒辦法去做收斂 這樣的部分 那這方式要怎麼解決呢 其實這邊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做標準化的方式 那我們先複製它的這個語法 在這邊執行 好 好 好 那這邊的話我們一樣 就是我們先不用通常 我們一樣就是 使用 使用 使用就是 鋼0.05的嘛 我們想要解決的是 那如果這個 學習力太大的話 不然當然 調小是一個方式 好 我們再仔細執行一次 那我們先執行20代 就是我們目前先不執行 先不執行太多 因為執行太多的話 有時候反而會跑出來 你看這時候 如果你標準化的話 你其實就會發現說 那它的這個 T2就有 就收斂下來 那其實就 變成說 我們就可以找到一個 變成說 它就可以順利的走完 這20代的部分 好 那可以看到說 這些數值啊 其實 就我們講是協力嘛 但它其實 因為我們剛剛先經過標準化 所以它其實是 這個標準化之後的數值 所以如果你之後 就是要把它 把它 做做螢用化 其實你最後還是要再 就是把它還原 它原本的這個 這個平均值跟標準差的部分 那標準化的方式 這邊大概跟大家介紹 就是它就是 扣掉 每個數字扣掉自己的平均值 然後再處理它標準差 這樣子 OK 就是把它做一個標準化的部分 這邊的話 可以看到就是 我們看這邊 這邊我們也實際的使用這個 線性回甲的套件 我們來看一下標準化後的結果 這個標準化後的結果 你看看喔 這邊啊 就是我們 如果你看它其實 是有 應該說 這是年齡嗎 這是年齡 然後這是這個 如果 例如說我們再讓它 執行比較多大一點 它其實這個數值 會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但其實是 它會越來越接近的 所以它其實跟這個 線性回甲的套件 是一樣的 還是保機上的方式 那最後 可以求到一個 就是它 最佳的一個 係數跟這個 寫率的部分 係數跟它的那個 BIOS部分 你看 這是3.99 它BIOS 在拮据向3.78 那其實是 其實是非常接近啦 那如果再讓它 就可以這樣子 好 那你說 怎麼今天大家 我們做了這麼多 結果好像都還在 就是 用這個 就是 我們用LM這個 線性回甲的套件 就可以解決啊 對不對 還要寫這麼多 然後定義其實 定義這個 iterator 定義什麼的 這樣其實 這樣不是多此一句嘛 其實這時候實在 還沒發揮它 就是我們 最終要 做深度學習的這個效力 所以這邊的話 其實都還在做一個 線性函數的一個轉換 這樣子的部分 好 那這邊的話 其實剛剛我們已經試了就是 就是 線性回歸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要請大家 就是練習看看 這邊的話 大家有20分鐘的時間可以練習 剛剛 戰宇有講到 其實我們 有講到這個 Cross Entropy的Loss 那它其實對應的就是 使用邏輯式回歸的一個 預測模式 所以你變成說 你要在這邊的話 你如果想要做Loss 那個邏輯式回歸的話 你要改什麼呢 那其實你就是 首先嘛 你一定是要先把你的這個 你一開始 我們是做 就是我們是做 假粒子預測 那你在這邊 你一定是要改成這個 例如說LVD 你變成說 你這邊就是要一個 是一個二元類別的方式 來去看 來去看它的效果 再來呢 就是要做什麼 再來就是你要去寫 這個Cross Entropy的Loss function 這邊就稍微有點難度 所以你要改什麼 你在這邊的話 就是要去這邊 你使用這些 -或是Squared 這些套件 或是還有其他的 或是例如 你看在Cross Entropy會取Log 那你這邊就有個Log 所以你就要去找 MASimple的Log套件 然後呢 去寫出這樣的語法 那這樣的話就是 Cross Entropy Loss 比如說你要去更改 是更改這邊 好 那這邊的話 就給大家一點時間 去執行練習一下 有問題的話我會過去 好 那我們就先繼續上課 剛剛其實練習要大家做的是 邏輯式回歸的部分 所以這邊要改什麼呢 我們這邊實際來操作一次 好 這邊的話我們要先針對 因為我們是要做一個 二元的預測 所以我們在Iterator的部分 資料為數就要更改 這邊的話其實就是要更改成 更改成這個LVD 因為它是預測有沒有 左心式功能不全 那最後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實際執行這個狀況 好 我們一樣用心跳年齡去預測 這個LVD的部分 那最後 那當然我們都是要先進過這個 轉置 到這 這邊可以看一下 好 那這邊 Array都已經先設定好了 好 所以這邊唯一要改就是 我們先LVD的部分 好 那我們先試一下 我們如果用套件的話 執行起來的效果會是怎麼樣 好 這邊的話已經有看到說 這個就是它的LVD的寫率 好 那這邊的話先 先讓它知道說套件出來的結果是這樣的 那我們現在來用msnet做出的結果 是看是怎麼樣 好 Loss function這邊有提供給大家 OK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 Iterator 我們這邊先到答案全部貼上 在Iterator這邊 從這邊 從這邊 好 全部貼上 先儲存起來 儲存之後呢 這邊其實都不用做更改 最後呢 要更改的地方 其實是在Architecture的部分 這邊的話其實會大家會發現說 其實我們剛剛是做線性回歸嘛 所以我們會經過一個全0.1層L型函數轉換 但是呢 邏輯式回歸的話 它其實要經過sicamory function 它要將這個數值呢 就是壓在這個0到1的這個區間 所以它會經過一個sicamory function 所以這邊的話其實就要新增的是這個部分 所以你經過線性轉換之後呢 你還要再寫上這個行程式嘛 那在Loss function的部分呢 大家可以依照前面提供的這個損失函數呢 我們去做想點 這邊的話可以看到說 你預測出來的數值呢 一個機率跟你的這個實際 先取log 機率先取log 然後跟你的值做相乘 那這邊可以看到 用這邊來看 你預測出來的這個 預測出來的機率 先取log 然後跟實際的值相乘 然後再來就是做另外一邊的部分 就是先1減掉這個實際的值 然後再跟這個1減掉機率 然後取log相乘 那這個的話就是這個 CostEntropy的這個Loss function 好 所以在這邊的話 我們就直接先一樣 我們就是 使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然後去更改成我們要的 這邊我們就叫它 CE Loss CostEntropy Loss 那就是我們要的部分 好 Mizer的部分 我們就一樣 先使用0.05 這邊我們就先不用動了 就是 moment 我們就先設定 好 那我們來實際執行一下這個語法 好 那我們先更改完 我們就先重新Source一次 Source 然後這個樣子 總值先設定為0 好 那我們實際執行看看 好 OK 這樣的話 這個邏輯隨歸的這個 斜率 跟它的這個 結局相 就都出來了 好 那我們跟剛剛比一下 剛剛比一下 這個 我們在GOM的部分 這邊 好 這邊的話 0.01 當然 因為這個其實還是有一點誤差的原因 是因為 它會有那個 你隨機值 隨機期值設定的不同 那會有 就是導致它可能走到的 這個 學歷不是完整的精準 但基本上呢 到這會 其實會 你會知道它的這個 就是誤差 就是跟實際的值 誤差是越來越小 好 OK 那就是剛剛練習的答案 好 那我們繼續繼續講下去 好 那我們剛剛其實呢 都是使用這個 就是 B4WD Create這個套件 然後來幫我們完成模型的訓練 但其實 一般來說 你要做到 後面物件識別的擴充 其實是要 撰寫這個底層執行器的部分 因為撰寫底層 其實對於後面的這個 有優化 以及它你要做這個更動 還有 例如說你要 找出它中間的數值 會是會比較方便一點 好 那我們一樣 唯一要更改的地方 就是我們在這邊呢 我們就 使用底層執行器的方式 不好意思 我們使用底層執行器 首先 這邊會有一個新的函數 叫SimpleBind 那這邊的話 就是先鑽寫 我們先建立一個 直行器的一個維度 那這邊要 裡面要什麼呢 同樣的 我們一樣要 Architecture的這個 Loss Function 那這邊就是先用 Costal Amputory Loss Function 這邊的話 我們在每次的 這個Bench Size 就是我們直接給它100 這個2 一樣就是我們兩個Variable 就是年齡跟心跳 那最後我們要預測一個機率 那它每一筆都各自有個機率 所以是100乘1的一個這樣維度 所以Data的話 你可以這邊可以看到說 它就是每筆的這個 這個 輸入的Data 變成說這邊的話 其實就先把這個 就是框架先鑽好 那這邊的話 CPU就是說 你可以選擇用CPU或GPU 那我們要不要將T2寫出來 我們這邊就先寫Right 好 OK 那接下來呢 我們會使用執行器 去更新我們的這個參數 好 這邊一樣 我們就先設定一個Seed 0 好 那這邊的話 我們要先設定一個 初始化的一個參數 那我們等於是說 我們先把這個參數填進去 那這個參數是隨機的一個參數 我們這邊的話 就是我們先 那這邊的話 同樣 就是因為你這邊已經設定好框架 它的維度是多少 Data維度跟Label維度是多少 那你這邊的話 一樣就是要照著這個維度 去填入這個參數 那這邊的話 是先採這個參數 好 那這個參數 這個參數 你等一下再 等一下我先要把它 把它先更新掉 好 參數這邊的話 可以看到說這邊會有一個 初始的參數 可以看 這就是 這都是隨機給的 這樣子 好 那你有這個參數之後 你現在要做的就是 什麼 將這組 我們產生的參數 填到我們的執行器 執行器剛剛是不是都全都0 那我們現在的話 其實就是要先去 我們要更新它的參數 所以我們就是要先 先填這個 先填入這個參數 這邊有新的套件 叫做Update ARG Array 那 因為在執行器 會有兩個 一個是ARG 這兩個參數的部分 那我們都把它先填入進去 好 那再來就是我們要跟 這個 優化器跟 我們有填入一個新的參數 那這參數的話 後面我們要優化的話 也會 變成說 以優化器的方式 來去更新這個參數的部分 因為你 你優化器才是要調整參數的部分 好 這邊就有Data 好 那這邊的話 裡面其實也是一個很大的這個 這個 那這邊的話 就大家先 我們就先不用看這個東西 好 那再來就是我們來重新設定一下 看一下這個效果怎麼樣 好 基本上這就是寫底層執行器的一個過程 好 首先我們先重置 Ethernext 好 這邊的話其實 我們就如剛剛講 在 這邊的話 就是說我們 我們重新先歸零 歸零之後呢 每一代要去做 就抽取 好 Ethernext Ethernext是true的時候 我們把它寫在一個壞回圈 當這個裡面 這個Ethernext是true的時候 它就會執行這回圈 直到它執行的 例如說 可能 給它執行個1000次好了 我來 1000 好 這可能有點久 沒關係 好 那基本上呢 它直進到最後面 它就會顯示成false 這個我們在 Ithernext這邊有寫到 相信說 當我們每次抽的batch 超過最後一代batch的時候 它就會return到false 這樣子 好 所以當它變成false的時候 這個壞回圈就不會再執行 那這個就變成說 要做什麼 就是我們每一次抽完之後 我們要做 最後面要更新的一個 步驟這樣子 好 Ethernext出的時候 那我們重新來一次 好 今天我們 好 我們先抽第一個batch 第一個batch 就是myvalue 所以myvalue這邊可以看到什麼 就是 就是第一代的 這個第一個data 裡面的一個數值 跟它對應的label 例如說它LVD40 或LVD41 這樣子 好 再來是更新它的 我們要先更新它的 變成說 我們要用執行器來更新它的 這個value的部分 好 那這邊有個forward跟badward 這邊的話分別就是針對向前傳播跟向後傳播 那你 你就想要是它就是 告訴這個執行器說 我要向前去這個 執行這個預測 那預測完之後呢 我們要透過反向傳播方式 我們要去算出它的locks function 然後來去更新它的t度 好 那最後更新會出現一個這個t度的部分 這邊 好 這邊的話就是它的這個t度 那這個是原始的部分 好 好 這邊有個linear predict 然後這邊有一個這個t度的predict 那它的話就是 會變成說是我們用原本的 扣掉t度 然後乘上我們的Advisor 因為我們剛好跟Advisor講說 我們的這個 就是在update 這邊的話其實有先講 就是跟它講說我們的這個t度 這個參數是多少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 可以透過這邊然後去用學習的方式 那去做相檢 那去更改它的這個t度的部分 好 這邊我們先執行 那最後呢 我們執行完之後 這更新的這個參數呢 更新的這個t度就會出現 那更新的t度出現之後 我們再去把它放到我們的執行器 跟執行器講說這才是我們的新的t度 這樣子 好 那這基本上就是 我們將每一代 就是全部的樣本 全部都抽過一次 那它 你抽過一次 所要做的過程 這樣子 好 那 剛剛有講到說 其實我們不是只要做一代而已 我們 一般來說 我們通常會做個10代 20代 我們就先 例如說我們在這邊的話 我們就先做個20代 好 好 好 那這邊就出來了 那這邊的話是跟我們說什麼 就是說我做第一代的時候 它的這個loss是多少 那 這個權重啊 跟它 應該說它的斜率 跟它的這個 結局像是多少 那這邊的話 你會看到它就 逐步更新 到到 其實到了大概第五代之後 它的 這個斜率跟這個結局 就 就已經固定了這樣子 好 好 那這邊的話 跟大家說 剛剛我們執行的是這一串 這一串 這一串 在這樣做什麼 我們I的話是先設定 我們就是做個回圈 那每一代 I等於Ether的時候 應該說 每一次 就是做完一次 這樣嘛 這樣一次的時候 它就會重新更新它的Ether 那變成說它重新抽一次 那抽的話 那就是它 例如說抽個 例如說 它有100代的話 我們就抽100 應該有100個batch 去更新它的執行器 這樣子 OK 那後面的話 就是單純呼叫說 我們做出來的 這個 我們做出來的 狀況 那這邊的話 這邊有個地方 可以看到 這是batch loss 變成說 我們剛剛在更新的時候 呢 我們其實是不知道說 我們 這個現在誤差是多少 我們這個更新完之後 效果是多 效果好不好 所以這邊的話 你可以從這個直升器裡面呢 去找到這個 去找到它的output 那output的話 它裡面就是有我們這邊 C-Loss output 就是我們剛剛在architecture裡面 定義的Cost entropy 的這個 Loss function 它計算出來的Loss 那我們就是把它去疊加 所以最後你會看到說 它就是每一代batch 它會 它的這個Loss是多少 它就會 越來越下降 那這個的話已經跑完 所以它是第二次代 然後如果我們從第一代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做比較快 我這邊再跟大家再重新講解一次 好 今天我們假設是第一代的時候 要做什麼 那我們先重新設 就是先把整個Ether reset 因為我們要把我們的batch 歸零 那每次抽的話才會 就是 確保說每批都有被抽到 好 Loss一樣我們先歸零 那這邊的話就是在記錄說 我們總共100 抽100次 那個每次的Loss 抽完之後呢 它要去更新這個T2的部分 好 可以看到說 這邊 這邊就有 它幾乎每次的Loss 它這邊的話就是 當成就是將 上次的Loss 跟這次新產生的Loss 把它都串結而已 那最後就是 它所有Loss 你看到說它就是 基本上來說 就是它目前的誤差是在多少 這樣 OK 那後面的話 這部分單純就是 就是 它可能是10或20的整數 或是它小於10 就是 I這代數是在10裡面的 小於10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看說 那這樣它目前的狀況是怎麼樣 OK 所以我們再執行一次 OK 你可以看到說 你看我們就顯示前10代 跟10代或20代這樣的部分 就單純只是跟我們講 因為我們不用每一代 有時候 有時候東西太多的話 也不用每一代都顯示出來 我們就只要顯示 最重要的部分 這樣就好了 OK 那這就是底層執行器的一部分 就是你 這邊再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首先你要先建立一個框架 這框架之後呢 你要先建立一個起始算數 起始算數要先填進去 那這就是你的隨機起始值的部分 好 那隨機起始值 同時呢你要將這個部分 跟這個 就是 跟優化器去做結合 好 那最後做出一個Updater 好 那這個Updater呢 在後面梯錄的時候就會使用這個部分 好 那再來就是 每次訓練的時候 你要怎麼想像 好 每次訓練的時候我們 會抽三 假設我們抽二 例如說像這邊是 100筆 好 每次抽100筆資料出來 那他要做什麼 就是 首先我們要先進行向前傳播 好 向前傳播之後 他會建立一個預測二次傳數之後 我們要跟這個 他的實際的數值相減 我們就是用審視函數方式呈現 所以他這時候 審視函數呢 就是會當做一個梯度 所以他就要做 反向傳播法 那 反向傳播法的這個梯度呢 他就會去做 就是會以優化器的那個 我們設定的優化器去做更新 就在這一行 以優化器設定的方式更新完之後 我們再把這個更新完的東西 填到我們的執行器裡面 你可以想像執行器就是大的一個框架 那就是你更新完就是要重新再填進去 這樣子 那這邊的話 只是單純記錄下 我們每次預測完之後的一個結果 OK 那這邊的話其實 OK 我們這樣其實做完之後 然後我們 大家之前 我們不是都會 就是說我們都會 存成一個Model 或是存成一個物件嗎 在MSN裡面一樣可以做這樣的方式 好 那要做什麼呢 首先最重要就是 我們最後更新出來 就是這個 執行器裡面的東西 那同時 我們也要將這個Symbol 這邊的話就是 你最後 你那個 預測函數的部分 這邊就單純就是 放這兩個部分 然後最後呢 就可以執行 我們就可以建立成一個Model 那Model 這個部分 先打開給大家看 這就是剛剛 大家有看過的東西 就是跟那個 就是跟我們在 就是前面 people create這邊 用套件做的方式 這個Model裡面 東西是一模一樣的 那裡面一樣 就有Symbol 這個就是 是一元的東西 那再來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 斜率跟結局的部分 OK 好 這樣的Model的話 我們之後 後面就可以來做一個 預測 好 那我們一樣 我們先把這個 我們 我們檢測一下 看一下說 那我們如果用線性回歸的方式的話 效果是如何 這邊的話 這是後面 這是後面 這是後面的部分 好 好 那 我們Model做完之後 是不是也可以做一個儲存方式呢 可以的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使用這個ModelSafe這個套件名字 將我們這個 我們建立好的Model 之後呢 我們就儲存一個叫做 邏輯師回歸的這個名字 好 站在這邊 我舉重給大家看 OK 所以在這邊的話 可以看到說 這邊就是會出現的 叫做 邏輯師回歸 它會出現兩個東西 一個是參數 一個是JSON檔 那這東西 你也不用管它 你就是 它基本上會 以這樣的方式儲存 那 如果你之後呢 想要再把它引用出來的話 你就是使用MSModelLoad這個函數名字 那名字的話 基本上就是 以相似儲存的方式 名字呢 就是直接去引用就可以了 所以今天呢 我們就直接就 我們直接再把它取出來 就是變成說 你之後你可以 建立好一個模型 那你覺得這模型很不錯 你想要儲存 然後最後再 最後再拿出來 預測 那你就是會使用Safe跟Load 這兩個套件名字 好 再來 好 我們做完之後 我們總是 會想評估一下 這個預測的一個效果 好 那這邊的話 我們就先來評估 就是我們先來建立一個 我們就單純 使用我們這兩個機率學習 常用的一個 超級名字叫Predict 那用Predict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會 產生一個 一樣的一組正列 那這組正列 一組正列的話 我們就可以拿 我們就單純 就是它是一個機率值 例如說 看一下 好 這個的話就是第一到 第十筆的一個機率值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 那它跟實際的一個效果 一個準確度是怎麼樣 好 可以看到說 這個預測 預測準確度的部分 這個 我們先不要管準確度 我們就先 就單純可以看到說 已經可以建立一個Model 那它這個Model 可以實際做預測 那如果以這個0.5做切點的話 它預測的結果 是長這樣子 好 但是呢 Predict函數其實它也是 常常是一個套件 那我們如果要進一步的去 就是 就是我們未來也想要做 更好的擴展 會建議說 要使用另外一個方式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好 那 剛其實做 用Predict函數呢 其實它做的是 是有點 是很有限的 那我們如果要做擴展的話 我們會建議說 大家其實還是 以一個 就是撰寫執行器的方式 來去做 建立一個預測執行器 這樣子 好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今天 假設我們想要 同時 輸出一個 邏輯式回歸 跟線性回歸的 一個機率值 那你就是 必須要把兩個 兩個Layer的東西 就先把它取出來 好 這個是我們邏輯式回歸的Model 裡面的Symbol呢 雖然打不開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裡面 有多少的東西 好 OK 一樣 這邊的話 稍等一下 我把它看一下 好 在Layer Output裡面 等一下 好 那取出來的東西 它一樣會是一個系列 只是說我們如果要再更看的話 如果要再看系列 進一步的話 我們這邊 就可以看到說 在裡面呢 就會出現了這個 就是它 我們線性回歸的這個 權重啊 然後跟它的這個 結局 還有最後 就線性回歸預測出來的 Output 跟邏輯回歸的Output 這樣子 那我們這邊的話 就是 我們要去找出線性回歸的Output 在哪邊 我們來去索引它 好 好 一樣裡面呢 其實都是C元的物件 那其實 這邊的話 我們就單純先把它 跟 邏輯回歸的Symbol 去做結合 好 這邊的話 這個有個新的Function 叫做 GroupFunction 那它這邊的話 就是 等於是把我們的 一層的 新的一層的東西 再把它去結合在裡面 這樣子 好 那最後呢 我們把它做成一個 預測執行器 這邊可以看到說 我們建立一個平台 那這平台的話 就是 一樣會有 針對我們裡面的 這個 例如說 我們要輸入東西的維度 那我們去建立它這樣一個平台的部分 好 那這個指引器 預測指引器 做完之後呢 其實跟剛剛的東西大同小異 我們一樣呢 要去更新它的一個權重 好 我們將這個預測指引器 我們就是以 這個邏輯回歸裡面的參數 我們去預測 我們去做更新 好 你剛剛看到這個就是它的這個 權重的部分 那還有它的List的部分 那這兩部分 都要去做更新 那更新完之後呢 我們要做的就是向前傳播 因為向前傳播的話 主要就是我們要去建立這個預測 就是用預測難數去 輸出我們要的 輸出一個機率數值嘛 所以這邊的話會經歷一個 這個叫做 就是一樣是要經歷一個 叫做Forward的套件 好 那Extrend的話 因為我們今天不是要去做 模型訓練 其實在剛剛才是做模型訓練 所以在剛剛上面的部分 我們Extrend會是寫一個True 這邊的True 但是我們今天如果是做預測的話 我們不是要做訓練 所以這邊就直接顯示False 好 那做完之後呢 在這個預測指引器裡面 它裡面一樣會有 就是我們就一樣可以看 輸出它的一個預測數值 那它預測數值呢 就是會以 如果我們今天想要 現成一個跟邏輯回歸 就是它這個Model 如果同時有的話 那其實就可以同時輸出 我們看 比如說這邊 那這邊的話 一樣是看不到 那我們先 先 預覽給大家看 好 好 那這個就是線性回歸 預測的一個數值 OK 就是一樣 就是要從體乘 體乘機裡面 抽出它的 預測機率 這樣子 你可以搶上程式 它裡面包了一個很大的框架 那我們必須要透過 索引的方式 那它基本上就是會放在 Reference Output裡面 那這個 這個 這個名字就是基本上是 依照你定義的 例如說你是定義 叫做邏輯回歸 例如說 這邊叫 這邊如果是邏輯回歸 那在這邊就是會 顯示邏輯回歸的 一個Output 名字 這邊就是依照你定義的 去顯示 所以你這邊的話 如果要找的話就是 用索引的方式去找 好 我們要先轉換成正列 好 那我們去看一下邏輯回歸的部分 OK 這邊可以看到說 就是它 預測邏輯回歸出來的一個機率值 好 那再來 同樣的我們來比較一下 邏輯回歸的機率值 後來的結果是怎麼樣 這就如同剛剛一樣 就是我們剛剛預測的一個效果 OK 好 那 現在 我們要來進行另外一個部分 好 剛剛其實介紹過了這個 底層值 線性回歸跟邏輯值回歸 那現在我們來做一個多分類的一個部分 多分類大家就會想到用Softmax 好 那在前處理部分我們要先做什麼 前處理我們就是一樣要先分成三組 你總是 就跟大家上學的記憶學習過程一樣 就是大家總是要先 先區分組別 那你要去調整參數 然後去 最後確立這個最佳化的一個模型 好 那我們這邊 我們給它調整一下 好 那這邊要做什麼呢 我來跟大家講解一下 這邊的話 首先我們就是 我們選擇是AMI AMI裡面呢 會有三個分類 一個叫做 都不是 都是Ctrl的 就是NOT AMI 還有Stame跟NOT STAME 這兩 這總共三個Label 那這三個Label呢 一樣就是你要先去做Model 你要先把它轉成矩證 那矩證之後呢 你要去 就是隨機的 我們區分成訓練組 驗證組 跟測試組三個部分 那這邊就是要分開 那這邊就是要分開 就是你的 如果用年齡跟心跳的話 那就是要做Xmatrix 那你的這個 預測的 是不是AMI 你要做成Ymatrix 所以你用索引的話 所以部分先建立它的 哪一筆是被分類到哪一組 那最後去按照這個去索引 好 那Softmax的話 就是它會使用一個 MLogLogs的這個函數 那這個函數的話 你就基本上使用 一樣 就這邊要改的就是 你Architecture那邊 都方便要去做更改 好 那這邊的話 給大家20分鐘 先練習一下 好 那我們現在就先來講解 練習的答案 這邊的話 其實大家就只要先 把這個答案都先 複製貼上 來跟大家講解哪邊 有需要做 首先執行器的部分 這邊 全部都貼上 OK 好 這邊要更改的是什麼 什麼地方呢 基本上來說就是 你就是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做了 做了三組 訓練組 驗證組 跟測試組 所以裡面的部分 剛剛是ChainData 現在這邊全都是要改成 改成是用ChainX、ChainY OK 在這邊的部分 這邊我們剛不是有先寫好 ChainX、ChainY 那這邊 這邊就是 我們要把這個 執行器 我們就要把它改成這個地方 OK 所以我們就是 基本上是改成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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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Iterator的地方 就是我們輸入的地方 就全都是要改成我們訓練主要的東西 OK 好 那其他東西都不用動 OK 那在這邊的話 其實 我們可以看到說 我們想要 做的是一個多分類的模型 原本的話 我們是做這個Sigma function 我們這邊直接把它更改 OK 這邊的話我們直接做一個Softmax 多分的話 如果大家可以 就是如果 可能不太理解說 為什麼是用Softmax 的話可以看上學期 繼續寫的課程 也會講到說 Softmax的推導跟的由來是怎麼樣的 OK 所以它一樣先經過一個線性轉換 然後之後我們把這線性轉換 這的話就是輸出三個神 這個神經元 那我們將這三個神經元 我們把就是1 它的走勢在這個第一走的部分 我們把它做Softmax 那Softmax完之後會變什麼 會變成是 這三個類別 各自的一個機率 但這個機率相加起來 必然是1 OK 所以就變成說 我們就主要是看說 那它這個哪個 例如說哪個類別的機率是最大的 這樣子 好 那在這個損傷難數的部分的話 其實可以看到說 它就是使用M-Log-Docs的一個 我們就使用這個 這個 損傷難數 我們就先去計算 OK 那這邊的話 我們就先不檢視它怎麼怎麼去計算 它基本上來說就是 你最後取出來的機率值 然後去取Log 那就跟那個 你最後的這個實際Label相成 那最後再平均 那就得出是M-Log-Docs的部分 好 那這邊都做完的話 我們要做 這 我們來看一下 還要再做什麼 Advisor其實就不用不用在動 OK 那底層執行器要怎麼 要做什麼 其實這邊的話可以看到 這邊可以看到說 我們最後輸出的是什麼 輸出的就是這三個Label 它各自的機率 所以我們這邊Label要有個3 維度這邊要是3 這邊大家請大家注意一下 所以你在做這個 執行器的框架變成的時候 其實這邊都要改成3的部分 其他部分基本上都是 就是照著之前的語法 這樣貼就可以了 好 好 所以我們把這邊都先關掉 好 同樣我們就先source這邊的這個 function 我們剛寫好的 function 好 那我們這邊寫好之後呢 我們就是一樣都是更新它的群眾 好 那在這邊的話 我再補充一下 這邊的話就是做 這邊20個叫做20個疊代 iteration 就是我們等於是 我們每次抽 每次抽完 那全部抽完之後呢 算算一個iteration 那我們這邊就是做20次 20次的方式 OK 那基本上也跟剛剛的練習 練習題答案是一樣的 OK 好 那我們OK完之後 這邊train的部分 好 那應該是我前面的地方沒有貼到 然後把它來重貼一次 OK OK 那我們再重新source一次 好 那這邊的話就會出現了就是 我們這個 每代的這個loss的部分 你看其他其實loss到後來趨勢穩定 就是用來監測它目前下降的一個優化的過程 好 那我們最後來實際的預測一次看看 好 那我們最後來實際的預測一次看看 好 這行的話就是我們一樣 我們把我們的這個predict的 這個最後predict的數值pdlayer softmax layer把它取出來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執行器 這時候我們會建立成一個這個model 那這model的話我們就可以直接做預測 這邊的話我們就先用pd套件做就好了 OK 好 做完之後呢我們就取這個label最大的一個column 就是因為它有三個label 三個三個 就每次每個每筆都會有三個就是輸出類別的這個機率 我們來看一下 例如說我舉個例子好了 OK 這樣有沒有看到 這個就是說它 nstame me 然後stame me 跟nstame me 這三個label啊 它各自的一個機率 這樣加起來也是1 這代表什麼 就第一筆它 比較傾向是會是哪一個 哪一個 這個 預測outcome的部分 OK 那我們就是單純取出它最大的一個 就是最大的 那一筆當作 可能 我們就認為說可能模型 認為它最有可能 是這樣 這個 例如說 它是 就可能 就 就 那同樣我們做一個混淆矩正來看一下 OK 那 你有沒有發現好像怪怪的 怎麼大家好 它都 預測成是1 就是它沒有預測2跟3 這 這個顯然是有點問題的 那 問題出在哪邊呢 我們再來看 我們再 先實際看一下 那 它 有可能是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來比較一下 這邊的話 我們就是先做個lc曲線 好 那個 我們再重新做一次 好 那可以看到說 你看它這個 AUC其實大概 應該只有0.58 那另外一個 其實也都 也 不是 沒有很理想 那大家有沒有發現 什麼問題 零 零的態度 零的態度 沒錯 沒錯 好 OK 讚宇等一下再跟我加分 這個其實就是 它等於是它的 它的 0跟1 就是它比例旋速太大了 這樣子 那 ami 應該是 看一下 ami 我們來看一下 subdata 我們來看一下 subdataami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這個 狀 好 你可以看到說 原始樣本裡面 那ami的比率 就真的是比較多 所以它顯然有什麼問題 模型它可能 它就每次優化 它就發現說 那我傾向拆 這個拆 0 就是我每次都拆 那ami 這個loss就越來越低 就是 那我就直接 就每次都拆這樣子 所以這樣的話 我們要怎麼做呢 其實我們就是要做另一種 就是 方式 叫做 Oversample 過度採樣 那這個方式呢 可以讓每次抽的時候 就變成說它比例是一致的 讓模型每次在訓練的時候 它的 三個樣本 三個樣本的部分 它每次都可以看到 然後去訓練 這樣子 OK 那這邊要改的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必須要修正 Iterator的地方 要修正哪邊 就是你在每次讀錄的時候 這邊會就是 針對三個label 我們去 我們就是 我們就分別 就是取 切成三整份 然後取出 取出它的這個個子的比例 OK 我們取個例子好了 我們這邊 好 這邊先實際改一下 這邊好像 不知道 不知道什麼 好 好 OK 那我們先 我們先 我們先來試試看 好 Enter reset 好 這樣有看到嗎 就是說 我們每次抽的話 它其實在 三個的 就是 每次 每次抽 例如說 我們抽20筆 它是 每次看到 每次模型看到的話 它都會 看到各自的 這個label的比例 都會是平均的 那這樣方式 我們來比較一下 這樣會不會 就是 對我們的模型 有很大的影響 好 我們剛剛 我們剛剛直接直接 我們直接run一次好了 好 我們再做一次這個預測 預測部分 看一下 這樣看是不是 跟剛剛比一下 跟剛剛比 剛剛之後全都拆E 現在至少好一點 現在至少還會拆其他的東西 對不對 OK 好 那這個的話 這就是一個 就是我們在深度學習 很常使用的一個方法 因為你有時候 在EOC 在醫療領域 其實有一些疾病啊 它是非常罕見的 那這時候 你就要透過 Oversimple的方式 去讓模型 強制每次 他在訓練的時候 都有看到這個類別 讓他去學習 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 我們要做的是 這個存活分析的 一個神經網路 那之前 之前的基學習課程中 其實也可以使用 這個存活分析的方式 就是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先使用 存活分析的方法 來看一下效果如何 好 今天我們 存活分析的話 裡面的Data 會長得怎麼樣呢 基本上來說 就是會有 追蹤的時間 那在追蹤 他後來有沒有死亡 那我們也同樣 我們以這個 年齡跟心跳 我們來去預測 他會不會死亡 OK 好 那我們都一樣 都先切成 這個訓練時間證組 好 我們使用套件 來分析看看 之前都是教大家 就是在基學課程中 都是教大家使用 就是 套件的部分 這邊一樣 我們先比較一下 它的這個效果 OK 好 這裡可以看到 這是它的這個 一樣 就是在存活分析上 它使用這個 這個Cox模型 它的 年齡跟心跳 各自的一個斜率 還有它這個 Hudder Ratio 好 OK 那 今天呢 我們就是要使用這個 從 msnet的方式 然後來去重現 如何使用存活分析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msnet的這個方式 它框架 其實是可以做 很多元的一個模式 好 那在這邊的話 如果你如果有 對於這個 因為存活分析啊 其實它的這個 encoding啊 它變成說 它編碼 它其實是比較複雜一點的 就變成說 你可能要去 如果有有興趣的話 你可能回去看一下 這個部分 就是它怎麼去 去coding的部分 這邊 這邊有針對它的 這個matrix部分 有再去做舉證 然後它的loss function 就會是這邊 這邊就是它的loss function 好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這邊的話就是 講義都已經先寫好 好 這就是針對它每次讀進來之後 我們繼續做coding 那這邊的話 會多出一個新的 一個 參數 叫做max 我先把它砍掉 好 好 這個servile encode的話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回去看 那基本上就是 也需要輸入 這樣的部分 OK 那我們也可以實際來看一下 比如說 那這邊的話就是去做encoding的部分 那這邊的話大家就可以先參考一下 有興趣的話 有興趣的話就要回去上學學課程去推導求解 它怎麼去 就抽出來的 好 那在這個一樣 一樣這邊的話其實我們要針對的就是 我們還是要它 如果用mfs內的話 還是要有一個底層指定器 這邊我們一樣就是把它先寫進去 OK 那這邊的話基本可以看到說 我們在 底層指定器裡面 我們這邊多加了一個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的 就是剛剛寫好的一個編碼器 好 我們等一下也可以再展示給大家看一下 好 我們先source 好 OK 那我們 所以 變成說你每次在寫iterator的時候 你可以先 先去 你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去檢查 好 OK 好 那這就是每一次 我們這邊抽500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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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先做500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有500個500筆 那你看這邊 data的部分它也是有500筆 那每筆都會有性別跟 這邊 這邊部分 OK 那再來就是它會有label 那它這邊的話也是 就是它有做一個存活的編碼 所以它方式不會是 單獨就是一個 就是每個人不會只有一筆的資料 它會是兩筆的資料 那它這邊還有多個max 因為max的部分 好 那再來就是 針對於存活分析的話 它其實剛剛我們講 肉雙選的話也是很 也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的話 我們重新 我們就依照 這個獎益上提供的 這個就是它 Lost function的一個計算方式 這邊 就有稍微複長 那我這邊就簡單帶過 好 先看到說它其實 但如果 如果在預查函數的話 其實單純就是一個先行轉換 但它在Lost 就是在 在損失函數的話 它其實是 反而要 就是它還要在 配合上max 就是我們剛剛在Coding的時候 它會去多一個max max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資料 然後去算出它的Lost 這樣子 好 那我們一樣 我們用底層執行器 我們來實際的預測一次 這個 這個Lost 就會是依照它的Cogs 從產生的一個Lost 所以它就不會是 就是你看到的0點多 0點幾之類的 一個方式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最後 預測出來的一個權重 好 剛剛講到 這是執行器 最後 FinalPredit 這是我們剛剛這邊自己定義的 所以這樣可以看出 我們最後預測出來的一個 Output 這個權重是多少 那 比較特別的事 就是這邊 要跟大家講一下 在這邊 這邊的話 如果我們用500筆的話 你的Label就是會是500 就是每次抽Base Size 500的話 那你每次就是 這邊的話 你要設定成500x500 那你Max的話 一定要設定成500x500 就是說你的執行器 這邊 你的維度 是要跟你的Base Size 有所相符的 好 OK 那基本上的話 再來就是 這邊其實可以看到說 如果是做存活分析的話 是不會有這個 截距項 所以你在NoBias這邊 你要寫的是True 就是我不要截距項 OK 那如果是那個 剛邏輯回歸 信心回歸 對啊 那你這邊就是會是Base 因為你在做回歸預測 就是要解決項 那你這個 存活分析的話 就不用 OK 好 那最後預測出來 就是剛剛這個結果 好 OK 那這邊的話 一樣有個 練習3的部分 請大家再 稍微試一下 這邊的話 就是 這邊提供的練習題 是這樣 就是你等於是用 用這個 剛剛是500筆 就是用50筆就好 那我們來就是一樣 就是我們單純就是想要實作 讓大家練習什麼 像Oversampling的方法 剛才我講 那要怎麼改 就是在你的這個 等於是在你itrator這邊 你要去改 你每次輸入進來的data 是什麼 這邊 這邊 然後這邊才是 這邊說 你這邊要去做個index 那你要每次抽 都要固定抽一半的比例 這樣子 OK 那這邊讓大家練習一下 這邊大概就是 那為了就是 讓TL Checker 我們就10分鐘 那我們現在來看 這題要怎麼做 好 這題的題目是要大家 使用比較小的band size 去訓練 看效果會不會比較好 OK 那我們這邊要怎麼調整呢 首先這邊 MyEater這邊 先更改成50的band size 那注意齁 在這個底層指定器的地方 同樣剛剛維度500 全都要改成50 那這邊 Level跟Max 它是必須固定在同一個維度 所以都不需要做更改 好 OK 好 那我們現在sauce一次 看結果如何 好 那我們現在模型訓練完了 OK 那就跟後面的答案一樣 其實我們就是做更改band size 的部分 OK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模型 預測效果如何 我們直接在下面 我們先把model取出來 好 那同樣的 我們來進行預測 那這邊比較要注意的是 齁 你這個 在模型訓練的時候 我們會給這個cosmodel一個 這個是Max的部分 但是你在做預測的時候 要把這個去處理掉 變成說 我們是這個 就不用讓它有這個Max的 這個預訓練的部分 OK 好 那這樣去訓練出來的結果呢 Component 那我們稍等一下齁 那我們把這個 再執行一下 Survival 好 好 OK 我們來執行一次看看 我們看一下效果如何 0.7633 OK 那顯然比剛剛我們在預測的話 又更好了一點點齁 所以呢 這其實 告訴我們說 我們這個模型呢 其實它可以透過很多的地方 包含 調整band size 這個部分 那去讓這個模型的 這個 預測準確度上升了齁 好 那我們今天其實學了很多 這個MX內的一個 這個過程跟套件齁 也只要讓大家理解說 如果我們要去訓練一個深度模型 那我們需要去做的是什麼 那我們需要先準備什麼樣的data 那它模型的結構怎麼寫 最後去優化它 那 在每個過程中 其實我們都可以去做一個 逐步的擴展 那這樣的話 變成說我們有很多的彈性 去調整我們的參數 讓我們這個準確度 能夠獲得大幅提升齁 那今天我們上課就上到這邊 謝謝